現在這個政府因為不滿意這個選舉的結果 竟然間要將香港的法治的聲譽 以致到大陸的公堂浪費 我只想到一句話就叫做何不食肉餅 這個政府真的是不是太有錢了 至於說支持哪位 我想用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和題目分享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其實我們香港人好像這十年都是 經歷了一個好像人生的階段 本來00800這個200708基本法規定說可以 好選又搞多十年 這六位DQ的議員就是見水不是水 見山不是山選了都不是 今天我們在這裡去競選這個席位 並不是為了一個人 而是我們要用大陸的說話撥亂反席 原本200708的時候香港人是可以根據基本法去普選的 有人說不行 是不是 好了 就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你明明寫通的東西都不行 現在我們又要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就是2016年選了的人 本身是山本身是水 這個政權告訴他這些不是山不是水 我告訴他 他是山他是水 我告訴林鄭月娥聽 你以為可以DQ長毛DQ這個那個 有淫威不讓我們以後做議員 你可能成功 但是你要不讓民主派的人做議員 只有一個方法取消選舉 所以我覺得我六位的同志是一定贏的 我相信香港人 我相信香港人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 一定不會選專制黑暗 我們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贏定的 各位 三月十一號 就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撥亂反正的時候 范國威是其中一個代表 其他所有的代表 可能和我長毛有些不同 我再說一次 我和他們的不同 最多都是一條溪 那裏共產黨和保皇黨的分別 是搞一個海 搞一個洋 各位 保南的家方 各位香港的選民 你不喜歡我長毛不要緊 你不喜歡法國威不要緊 你喜不喜歡共產黨 你喜不喜歡民建聯 答案在那裏 見山就是山見水就是水 我們繞了一圈 我們掌了智慧 撥亂反正 三一一 全取四席